音樂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第三單元 我們在之前已經把 有效論證的初步定義做完了 所以各位根據有效論證的初步定義 就可以開始去檢視 所有的論證 而且它會一直在我們的 課程裡面不斷重複的出現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它記得 很重要的定義 因為它會 在課程裡面不斷的重複出現 接下來我們要回到 命題邏輯語言 各位知道 對我們來講 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 邏輯語言呢 其實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為 我們的日常語言十分的複雜 各位想想看 你在講話的時候沒有被誤解過的請舉手 你從來沒有被誤解過 你從小到大 老師我講話從來沒有被誤解過 大家都 看到我講話就知道我在講什麼意思 有嗎 應該不可能啦對不對 多多少少都有被誤解過 對吧 是吧 好比我舉個例子喔 好比我舉個例子 假設傅老師是一個自信心不足的人 對不對 傅老師是一個自信心不足的人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同學經過傅老師身邊就說 喔傅老師你好帥 你諷刺我齁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會嘛 就是說 然後那個同學就說 沒有喔 明明沒有這個意思 哪是 你明明就這個意思 就是如果我覺得人家講我帥都是在諷刺我的話 有可能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 我們在日常語言裡面 真的要準確傳達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講其實是 需要鍛鍊的 其實很難 因為 你要不被誤解這件事實在太難了 所以如果有那個從小到大都沒有被誤解過的 我一定要拜你為師對不對 因為這個一定是我們的 很厲害的導師級人物對吧 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嘛 就不被誤解 好 因為我們日常語言 非常非常複雜 有時候甚至我們自己覺得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別人還是會誤解我 對吧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可是別人還是一樣啊還是誤解我啊 對吧 好 那其實我們 主要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日常語言太複雜了 對吧 好 那我們 為了要讓各位知道我們日常語言有多複雜 所以我們 讓各位看一下 有可能造成誤解的特性大致上來自於幾方面 好 第一個呢是奇異的問題 OK 好 那 奇異意思就是說意思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講的意思跟你解讀的意思不一樣 對吧 不太一樣 好第二個問題是來自於什麼呢 第二個問題呢基本上大概是來自於Vegonist 就是含混性的問題 含混一般就是說 那個意義不精確 就是這些語詞都不精確 那不精確會造成 誤會 會造成誤會 好第三個問題呢就是 開放性的問題 就語言 因為我們的語言具有開放性 開放性很簡單 就是各位呢 會 常常 冒出新的比如說剛剛那個什麼狗來的 馬子狗對這到底是什麼我到現在不知道 我等一下再去請教他 這是用語言開放性嘛對不對 我只知道什麼 他講吉娃娃我知道對不對 馬爾濟斯我知道 黃金獵犬我也知道對吧 可是那個什麼狗的我就不知道 所以 很多的那個字詞的解釋我會 需要再去 學習對不對 因為他是新的意義嘛我其實不知道 所以這是開放性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從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就講過這件事 各位記不記得我們說過 所有的人都會死 蘇格拉底是人 所以 蘇格拉底會死 這是一個什麼論證 有效論證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在第二單元的時候呢我又讓各位再做一次比較對不對 對吧 就是 蘇格拉底是人 所有的人都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是一個有效論證嘛 就是我們在直覺上這個推論是對的 好那我把蘇格拉底啊人啊會死的換掉變成 負號正是老師 所有的老師都是人 所以負號正是人 這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有效嘛因為 形式一樣對不對 樣子是不是長一樣 好我們現在再來一個樣子長一樣的 好不好來看一下 Nobody is perfect right 大家都同意嘛 I am a nobody right 沒錯吧我一定是nobody吧 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我是nobody 因為我出門不用戴口罩 但是現在大家都戴口罩分不太出來 以前那個 出門特別需要戴口罩的是誰 明星啊 因為怕被認出來嘛 對不對 一定是那個 sumbody 才需要戴口罩嘛 對吧 結果突然間 這陣子大家都變成sumbody 就是 現在已經沒有nobody了對不對 好 那各位想就是 nobody is perfect I am nobody 對不對 對吧 沒錯吧 那根據剛剛那個推論我會推出什麼 I am perfect 好可是各位都知道這個推論其實不成立啦 對吧 問題就出在哪裡 nobody 很好 就是 上一個nobody跟 下一個nobody意義不一樣對不對 對吧 就是你如果光從形式 光用取代來看它會變成一個有效論證 對吧 可是不對了 為什麼 因為你其實那兩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對吧 所以 其實是需要 想一想 不會是它意思一樣 不會是它同一個字 然後你取代完 它就會是一個有效論證 你還要考慮到 它是不是同樣的一個 接下來我們要從 奇異開始 那奇異呢一般來講是ambiguity 對吧 那奇異呢包含哪幾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裡給各位幾種奇異的說明 第一種奇異說明呢我們叫 語法奇異 語法奇異呢我們叫 synthetic ambiguity ok 第二種呢叫做語意奇異 它是semantical 或者lexical的ambiguity 就是字詞上的意義不同 會使得它解讀不一樣 第三種呢叫做pragmatic ambiguity 叫語用奇異 就是 我們在使用上呢 會造成奇異的情況 ok 那我們就從第一種開始 第一種是語法奇異 什麼叫語法奇異呢 各位看一下我們把它的定義 稍微看一下它的定義是這樣 很簡單 根據同一個語句 根據不同的解讀方式 你會讀出不一樣的意思 同一個句子 你用不同的解讀方式會讀出 不同的意思 ok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 語法奇異 什麼叫不同的解讀呢 其實就是你的 分解的方式不一樣對不對 好 那分解方式不一樣的 你可以讀出不一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舉舉我們的實際例子 好第一個例子是怎樣 這個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對不對 下語電流科 我故意這樣唸的意思就是 我不要讓你知道我的斷句是什麼 對吧 好 那各位都知道這個故事就是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那個人 有一個主人要趕 趕走他的朋友又不好意思 對不對 所以就寫了這一段給他嘛 是吧 好 請問一下 那寫這一段話的主人意思是什麼來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們斷句一下 讓我們聽一下 是請說 那這樣是留還是不留 可是主人是不想留他喔 來是 下雨天因為天氣的因素 所以沒辦法離開 所以就是下雨天會留的 他就算天要留客的時候我就是怕 好 所以很簡單喔 同學解釋得很好 所以 那同學的是主人的想法 這剛好是朋友這樣喔 等一下再回來這邊 主人的想法是這樣 下雨天留客 逗點 天留我不留句號 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不要留嘛 對吧 好 但是這位是我的好朋友 OK好 貴姓來 王同學就說 這個 好 我這個感謝這個主人的盛情啦 那我就不走了 好 什麼意思呢 各位看 他的斷句嗎 他是怎麼樣 他看到這個時候痛哭流涕 對啊 王同學他就說 這個朋友這個太熱情對不對 好 他怎麼斷了呢 下雨天逗點 留客天俱號 留我不問號 留驚嘆號 對不對 是吧 那這樣是留還是不留 留啊 對吧 所以你看同一個句子嘛 不同的分法是不是就會有不同的截圖 對吧 OK好 第二個例子是這樣 第二個例子是同學給我的例子 有一次呢 這個同學跟我講這個例子呢 心裡實在有點感動 他就說啊 老師我告訴你 台大校園裡面有許多聰明的 學生和教授 我聽到這種滿心的感動 居然受到學生這樣的稱讚 這個人生覺得很好 對吧 感覺很光明對吧 後來回去想想不對 我把它讀成什麼 我把它讀成 台大校園許多聰明的學生和教授 對不對 可是學生的讀法是什麼 台大校園有許多聰明的學生 和教授 差別在哪裡 對 教授不一定在聰明的那個範圍裡面對不對 是吧 這個斷句不一樣那個 括號括的位置不一樣 會產生奇異嘛 對不對 對吧 就是那個語法上的奇異 第三個例子是這樣 各位看 本系有三位教授出版了 五本書 請問總共有幾本 十五本 五本 為什麼是十五本可以說一下嗎 本系有三位教授 本系有三位教授 各出了五本書 所以總共十五本對不對 好 為什麼是五本 本系有三位教授 豆浩 豆浩出了五本書 對 三個人 共同出了五本書 好 只有一本 為什麼 那本書叫五本書 對 那本書叫五本書 而且那位教授名字叫三位教授 不過這是我下一個課題 就是 大家想到三位都是三個人嘛 對不對 對吧 是不是 對吧 好 基本上 當然這個 讀法的不同就會有不同的解讀對不對 比如說 像剛剛同學講的 他可能十五本 因為一個人出五本 三五十五 很簡單 這位同學說可能是三個人一起合注的五本書 對不對 當然也有可能是某個人出一本 某個人出兩本 另外一個又出兩本 所以總共合起來五本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組合 可是 這句話並沒有 仔細的告訴我們他是哪一個解釋對不對 對吧 因為他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這個 接下來第二個呢我們要講到語意 其意 語意其意的意思這樣很簡單 語意其意是說 如果出現在語句中的語詞呢有不同的解釋那麼 這個句子就會有不同的意思 就字詞的意義不一樣 那麼 句子的意思就會不一樣 最丁點的意思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nobody 對不對 nobody的意思不一樣 他那個句子的意思就不一樣了 好 ok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例子是這個 這是一幅對聯 各位知道這幅對聯出自誰的手筆呢 這幅對聯據說是出自那個 清朝大學是那個 紀小蘭的手筆 就那個紀雲紀小蘭的手筆 然後呢 據說他是去那個 和尚 廟掛單嘛 然後那個和尚說這個 紀大學是你這個莫寶難得對不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留附對聯 因此呢他就在這個 廟裡面留的這幅對聯 然後 看起來很符合那個廟的需求對不對 然後那個和尚就把它掛出去 掛出去之後呢那個全部人都笑翻了 各位看得出來嗎 好各位仔細看 看起來很符合那個 廟方的要求對不對 對吧 但其實你如果把它解讀成 純粹用字來猜字的話 日若相殘是什麼意思 對就是日若相殘就是那個日不要對不對 剩下上面的和嘛 阿凡辛一點去掉是什麼 幾對合起來是什麼 凸嘛對不對 後面呢 後面爐邊火記就把火拿掉對不對 對吧 那把馬拴上去他就變成什麼 就變鋁對 所以喝起來就是 凸鋁的意思對吧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在罵人嘛 對吧就像各位寫長頭詩一樣對不對 真正的意思其實是那個 長頭詩的意思 並不是真的那個詩的意思 如果各位看到 傅老師跟這個某個同學在這個 椰林大道上討論對不對 那個女孩聯好正 請問你們聽到是什麼意思 臉很方正 臉很方正你看吧 對臉很方正嘛對不對 就是國字 國字典對不對 哎呦可能講什麼 漂亮對不對那個正也可以說漂亮 對吧 正很漂亮知道嗎 各位知道我的名字嗎 咦你們都不知道 回去看一下老師的姓名叫什麼 正很漂亮再講一次 好 好 OK 如果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呢 我太太這樣跟我交代說 你出門在外小心那些花花草草 請問他在交代什麼 各位覺得他 是請說 叫我小心路邊的草 叫我小心路邊的草 因為會割傷對不對 沒錯吧 對吧因為我太太知道我愛爬山 小心路邊的草會割傷 來是 然後外面的女人對吧 那個花花草草 可能真的是實際上的草對不對 也有 假設我去爬山真的要小心花花草草嘛 因為 那個有些草會割傷你嘛對不對 有可能是交代什麼 不要碾花惹草對不對 有可能是不要碾花惹草的意思 所以這個都是語意上的歧義嘛 對吧 OK 再來是語用歧義 什麼叫語用歧義呢 語用歧義是跟你 實際使用的情境有關 OK 跟你實際 使用的情境有關 也就是說呢你的語句的意思會因為 情境或者使用者的語氣會有不同的意思 好比如說舉個例子 比如說 好 如果我跟你講 警察來了 他可能是什麼意思 還是 要趕快跑對不對 對吧因為你 你犯罪趕快跑在警告你趕快跑吧 對啊有可能是什麼 你要求救對不對 對吧還有什麼意思來 純粹告知對有可能對不對 可能你根本是無關的路人啊對不對 對不對就在那邊警察來了 這樣子對不對 也有可能 對吧所以 使用者不一樣是不是這個意思完全都不一樣 對吧有的是警告 對吧警告快跑 有的是說我們要趕快去求救 有的是說我們其實就是 事不關己對不對 所以有不一樣 對吧 好第二你等我什麼意思 對叫你不要走太快啊你等我 好還有嗎 你在原地等我好 你給我等著 你等我去上一下廁所 OK 所以 他會有很多種意思對不對 像這個 剛剛同學講得很好就是有恐嚇的意思 對不對 有的只是叫你走慢一點 有的是叫你在原地等 對不對 對吧 因為使用者的不一樣他有不同的意思嘛 對吧 好 那各位看 這個會不會有語用上的習引 各位想想看假設我在期末意見調查裡面對不對 看到有個同學這樣寫期末意見 傅老師長得很帥 請問我會怎麼解讀 我就覺得學生在稱讚我嘛 對不對沒問題吧 沒問題吧 好可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呢我有 有機會聽到學生的口氣可能會不一樣 對吧 比如說有一群學生在一起他就說 傅老師長得好帥 我如果聽到這樣的形容詞 應該感覺到 一陣的快樂對不對 對吧 就被人家覺得很帥 然後呢如果經過的時候他的口氣講 傅老師長得好帥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就是諷刺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就自以為對不對 傅老師自以為長得很帥 其實 長得像跟鹹蛋一樣對不對 自己不知道對吧 所以 找個跟鹹蛋 鹹蛋各位看過吧 鹹蛋超人 好 你們還玩鹹蛋超人嗎 真的還有 你怎麼跟我同年代人這麼多 不錯不錯 所以 你想想看人家講的語氣有沒有差別 有啊 所以那個語氣的差別就會造成 大家意識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很多人會說 你諷刺我 對不對 沒有啊 我是稱讚你啊 哪有你那個語氣都諷刺我 我哪有那個語氣就是說你好 就會有這種爭論 其實就來自於起疑的不同 OK嗎 就是各種起疑會造成這樣的一個麻煩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含混性 含混性是我們會造成的 第二種常常出現的一些麻煩 日常語言裡面 那什麼叫含混 很簡單 就是說呢 如果一個詞是含混的 那麼若寫為若 一定有一些用了這個詞的句子 你沒有辦法決定它的真假 好比如說舉個例子 現任台大校長是高的 真還假 來覺得真的舉手 覺得假的舉手 好有人覺得真有人覺得假對不對 好為什麼有人覺得真有人覺得假 因為校長站在這裡 你要說高好像也高啦 你要說他不高好像也沒那麼高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含混的 可以嗎 OK 那有些很就是很絕對的啦 比如說你如果告訴我那個什麼 NBA 現在比較高的是誰 Labang James 是 是高的這個有沒有問題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就跟全世界來比他也算高了嘛 所以 這種呢就含混的意思就是說你分不清楚他到底真還假 OK 可以嗎 好 再來各位看 現任法國總統是禿頭 馬克對 是真還假 是假的啦對不對 因為他應該沒有他應該沒有禿頭 對不對 好各位注意看傅老師 傅老師是禿頭 真還假 假 各位確定我沒有法騙對不對 如果沒有法騙的話應該是假 不過這個例子會隨著我的年紀而有所改變 萬一以後那個 我年紀越來越大了真的禿頭這個例子我就不想再用了 因為 赤傷自己嘛 所以各位趁還可以聽得到這個例子的時候多聽一點 所以傅老師是禿頭有人可能會覺得 假 可是有人會覺得好像不確定 對不對 所以傅老師這個樣子已經算差不多了 對吧 之類的 好 再來 傅老師不是兒童 真的還假 真嘛 對不對 是吧 可是這句話在 某個時候他其實是很含混的 好比說下一位各位 在座覺得你還是兒童的請舉手 沒有嗎 趕快舉手加一分好了 好 就是你 就是你 好 你舉手了加一分 好 你覺得自己是兒童對不對 為什麼 對我有一個童型對不對 就是 有的人真的會覺得自己還是兒童 對吧 那為什麼他是含混的呢 含混的意思就是說你找不到一個明確的 分界點的意思 OK 找不到明確分界點就是 在座的雖然現在都不是兒童了 可是你一定找不到一個明確的分界點 確定自己是不是兒童這件事 OK 你一定沒有哪一天說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今天是兒童對不對 隔天一起床 我不再是兒童了 有這種經驗嗎 應該不可能 對不對 就沒有明確的分界點 OK 所以這是含混線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法律規定的成年 這樣算不算一個 很明確 對 因為他有明確的時間點 那這樣的話這個還算不算是一個含混線 就是我們日常使用的時候是含混的 法律上使用是不能含混的 對吧 法律不可以吧 是吧 可是 使用上一定是 我們在日常使用 我講的是日常使用 不是法律上使用 法律當然不行啦 因為法律含混我們就糟了 對吧 可是日常使用一定是含混的 對吧 沒有人可以那麼精確畫出那個 標準出來 對吧 好 那含混的有一個麻煩事是這樣 就是 各位知道 他的推論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我這樣推論說 200公分是高的各位同意嗎 那請問各位你能不能分得出 199公分跟200公分的人 不行對不對 所以如果200公分是高的 那199公分就是高的同意嗎 同意喔 那199公分跟198公分的人各位分得出來嗎 也分不出來對不對 對吧 所以根據剛才的推論如果199公分是高的那198公分就是 高的 各位有聽出麻煩的對不對 對吧 這樣一直推論下去各位推論出什麼 全部都是高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含混性推論的麻煩 那這個推論 其實是值得去 研究的 再來我們要來講講開放性的問題 開放性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 某一個語言是開放的 意思就是我們容許 這個語言呢可以加進 新的符號 跟新的解釋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楊同學 各位想看 假設我跟楊同學講好 OK 我跟楊同學講好 說 我跟你講喔 以後啊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女朋友的單位 都用公升可以嗎 OK 然後我就開始問楊同學 楊同學 請問一下 你進了台大之後喝了幾公升 好 各位有沒有聽懂我說什麼 有吧 這樣你是不是要聽懂我在說什麼 就我跟楊同學的對話 你們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是吧 對啊 可是 如果你不是我們這一掛的 你不是跟我們同一掛的 那你就聽不懂對不對 你想想看假設我跟楊同學兩個人對不對 對吧 然後到那個 餐廳吃飯對吧 我們兩個到學生餐廳吃飯 對吧然後我遇到他楊同學 說 你進台大到底喝了幾公升 然後我們在聊得很高興 楊同學我喝了五公升 之類的對不對 那旁邊的人知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不知道 為什麼因為他沒有跟我們在同一個那個 語言系統裡面嘛 因為我們自己把那個 語言的意思改掉了對不對 因為公升本來不是這個意思嘛 我們可以給他加新的解釋 就是拿來當 女朋友的單位等等之類的 對吧 這個是我們自己可以做的 好所以 只要一個語言允許這樣的情況呢 事實上這個語言我們就叫開放語言 他就不是一個封閉性的語言 因為他隨時會有新的符號 新的解釋跑進來 對吧 所以這個語言是一直在長大的 那你就很難去 完整的學習這個語言對不對 所以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 完整的學習我們日常語言 這當然吧 對吧因為我們 日常語言不斷的在 發展新東西 對吧 是不是 比如說 我學過的 我學過的 我知道有很多東西我沒有學過 那就很抱歉 我只能說我學過的 比如說 484 對不對 8加9 這個都會吧 都會嘛 升77 對吧我沒有打錯 我其實有點怕我打錯 因為 我還推去網路上查一下看看 這個是 網路用語這樣 這些也是 ORZ 你們應該比較少 少用到對不對 那是我那個時代用 OK 我那個時代常用ORZ 你們現在應該很少用 對吧 好 那 UCCU 大家都知道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來 來解釋一下 來是 你看看你 UCCU 對不對 很好 那這個 WWWW 這是什麼 蛤 對笑到不行對不對 OK GG也是嘛 沒錯吧 是吧 沒有打錯 好 這些我都選很久 對不對 這個也是很多中文也有對不對 像這個 我寫的是對的 母湯是對的 好 湘米 這個字我 掙扎最久是 醬 醬 因為那個時代 就是我那時候學生寫Email給我嘛 寫完就 醬 然後呢 我就想這個學生程度也太差了吧 對嗎 後來就一直出現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後來我就發現說不太對勁 為什麼每個學生都寫 醬 後來我就去問學生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他們就說 醬 醬 後來我就懂了 成蒙這個學生願意指導我 讓我理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醬 知道嗎 OK 所以 各位可以看我們是不是一直有新的出現 對吧 今年有出現什麼新的嗎 蛤什麼 我就什麼 我就爛 有這個意思 對 去年 應該是去年 去年他有學生在我的那個期末意見調查說老師很 SKR 是不是 那什麼意思 Skr 是好的意思嗎 是喔 對因為我 看不太懂 就是你們留言也常常會有出現那個很有趣的東西是我看不懂的 好 OK 所以我們是不是一定會有新的 語言跟新的解釋大家都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還可以任意組合 對吧 所以我們日常語言其實很複雜 就是你沒有真的進到那個語言系統裡面去你其實很難理解他們在說什麼 對吧 所以 有時候你就沒有辦法 就像各位一樣 各位現在在座有各系 來的人嘛 各系英雄好漢對不對 你們難道沒有發現 你們系的笑話是別的系聽不懂的嗎 對不對 有些系 就是你們的笑話是你們專屬的 對吧 就好比我常說那個 吃飯的時候會去討論那張桌子存不存在的應該是哪個系 哲學系嘛對不對 對吧哪個系 沒事會吃飯的時候討論那張桌子存不存在 對吧 所以只有哲學系會做這個事 對吧 而且他們是非常 嚴肅的討論這件事 對吧 可是你們都不知道他們的點在哪裡 對吧 所以你進到每一個那個不同的學科 他們那個 專業都是值得尊重的 對吧 都是值得尊重的 因為他們有 他們獨特的這個語言 所以從剛剛的說法你想想看 我們呢有我們的語言充滿了起義 含混 開放當然還有其他的麻煩對不對 那既然我們的語言存在這些麻煩 的話 我們如果 只用日常語言來處理論證 其實對我們來講呢那個麻煩是處理不完的 因為每次我們光是要解釋這些事情我們就解釋不完 OK 就是說 你這個意思到底是怎麼樣 你這個會不會有含混性 你這個會不會有奇異 你這個會不會怎麼樣 OK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大困擾 因此邏輯學家就說好 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 那個思考 更順暢 或者更有效率 或者在思考上比較 不要有這些麻煩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 不必要的困擾去掉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要自己去 create 一個新的人工語言 這個人工語言我們通常把它叫做形式語言 一個formal language 那這個形式語言呢它至少 必須要能夠做到什麼事呢 各位想想看如果我有一個形式語言至少它能夠做到什麼事 它至少要把剛剛的 起異性 含混性 開放性都避免掉 對不對 對吧 至少能夠做到這件事嘛 沒錯吧 所以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形式語言呢至少呢 我們為了要避免剛剛那些問題 OK 那我們就要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形式語言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先把 我們的形式語言的內容 先固定好 那我們形式語言呢 各位以後 只要碰到形式語言 各位記得它一定只有兩個部分 只有兩個部分 我們的形式語言都只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稱之為符號 或者你要把它叫原初符號也可以喔 原始符號也可以 就是這些符號 就是我們的Premium Symbols 那 基本上我們會把這些符號分為邏輯符號跟 非邏輯符號 所謂的邏輯符號就是它的解釋是固定不變的 再說一次 邏輯符號的意思就是它的解釋是固定不變的 而非邏輯符號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必須要被解釋的符號 它要一個被解釋的符號 等一下告訴你這個差別在哪裡 第二個呢 第二個部分我們把它叫行購規則 行購規則是叫Formation Rules Formation Rules 用的那個用意呢是要建構一個合一的句式 就是Well-Porn Formula OK 上次其實我有給各位做過實驗對不對 各位記得我們上次在講那個語法的時候 有一位同學看到 2加3等於5 他是不是直接 他就知道等於5對不對 可是呢 我如果把它寫成2等於3加 或者3等於2加 什麼對不對 他就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那個 寫法不合乎我們的語法 對吧 我們的 語句必須要能夠符合語法 才可以 OK 有了這個 語言的概念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實際來建構我們的命題邏輯語言 OK 那 實際的建構方法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語言呢稱之為LK 就是 我們的 Proportional Language 就是我們的 命題邏輯語言 我們叫Proportional Language 那這個語言呢會 要包含兩個部分對不對 第一個部分叫做 符號 第二個部分叫做 行購規則 請說 我想問一下這個LK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沒有意義就是代號而已 就是所有的LANGUAGE就是用L代表 LANGUAGE嘛 OK 然後那個K只是特別指說它是命題邏輯語言 比如說我們到述詞邏輯語言的時候我們要叫LQ 因為它有QUANTIFIER 它有量詞 我們那個是用來辨別我們現在是在哪一個系統裡面 所有的語言都用L做代表 OK 那那個K啊或者是Q啊那個只是來代表說 我在不同的 語言系統裡面 在理解那個邏輯的 想法這樣 可以嗎 謝謝 很好的問題 就那個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好 那我剛剛說過我們的語言 一個形式語言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符號一個是 行購規則對不對 好那我們的符號有什麼呢 好我們試試看 我們符號有這個第一個叫做 語句符號或者命題符號都可以 這些符號到底代表是語句 還是代表命題 其實就 邏輯學家本身就是有爭議 OK 有些邏輯學家認為他就只能代表語句 因為他就是符號 但是有些邏輯學家認為他應該代表 實際含有實質內容意義的命題 那在這門課裡面我們不涉及這個爭議 因為那個有 哲學上的實在論跟非實在論的爭議 就到底有沒有意義這回事 對吧 各位知道我每次看到那個電影的時候我都很激動 對不對他就問說 我不知道什麼叫意義 我就知道他還沒有讀過哲學 對吧不過讀過哲學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意義 對吧我記得那個 很有名的電影曾經講過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什麼是意義對不對我只知道意氣 對吧 好之類的 好 那時候聽了我都很激動我就覺得說 對 你說的對 很好 對 所以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意義這件事情是值得思考 好 不過我們這門課不涉及這個爭議 因為我們不是 研究這個 語言哲學的專家 好我只是要告訴各位說 這個P Q R 都代表一句話 一句話一句話一句話 那至於 P 代表哪一句 Q 代表哪一句 R 代表哪一句 這個不管 他是可以被解釋的 比如說你可以拿 P 代表 傅老師是男人 你也可以拿 P 代表傅老師是好人 你也可以拿 P 代表傅老師 是高的 你也可以拿 P 代表任何東西對不對 比如說你可以拿 P 代表 台灣大學 在公館 都可以 你可以代表任何一句話 OK 所以呢 P Q R 這個就是一句話一句話一句話 請問根據剛剛我的分法 他們算邏輯符話還是非邏輯符話 非邏輯 非邏輯很好 為什麼 對 因為他需要被解釋 我給你看 P 的時候你其實不知道 P 是什麼 對不對 你如果要實際問我說 老師那 P 代表哪一句話 我就要解釋給你聽 所以他是一個 代解釋的所以他是 非邏輯符號 這樣 OK 嗎 很好 第二個部分呢是 真值含印 或者我們叫連接詞 他是一個 truth functor 就是 一個真值的含印 就是 我們總共會給 五個基本的真值含印 第一個叫做 否定號 negation 第二個符號是 and 這個符號是 就是 一般我們叫conjunction 就and的意思 第三個符號是 or disjunction 就是或的意思 第四個符號是 箭頭 我們叫conditional OK 我們叫conditional 條件句 第五個呢是 弱且為弱 就是if and only 雙箭頭 就是 左邊可以推到右邊 右邊可以推到左邊的意思 那為什麼他叫真值含印呢 真值含印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input是有真假值 output也會有真假值 比如說and來看好了 我們怎麼確定and是一個真值含印 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有兩個句子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 傅老師是好人 OK嗎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 傅老師是好人 傅老師是男人 真嘛 傅老師是好人 你不要吃了那麼久 你就回答真就好 你的任務只有回答真而已 各位想想看那個 那個 這個同學他說 傅老師是男人 為真 傅老師是好人也為真 所以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傅老師是好人 而且傅老師是好的為 真是不是有真假值 可以喔 沒問題 可以 好 再來 有沒有任何人要來幫忙呢 好來請 現在要 前真 後假 好不好 傅老師是男人 真 對不對 傅老師是好人 你只能回答假 快點 假 好 傅老師是男人為真 傅老師是好人為假 假假假設有一個人他這樣想對不對 那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傅老師是好人就為 假嗎 可以吧 所以你看 我只要一put 有真假值 output 就有真假值 對不對 對吧 好 再來要前假後真喔 再來同學要前假後真喔 是來 好來 是 好 傅老師是男人 假 傅老師是好人 真 好 那如果傅老師是男人為假 傅老師是好人為真 那傅老師是男人而且傅老師是好人就為 是不是還是有真假值 對不對 那你只能兩個都假 傅老師是男人 假 傅老師是好人 假 所以傅老師是好人而且傅老師是男人 假 所以所有的情況你 input 有真假值 output 就有真假值 這個就叫真值含因 OK嗎 換言之你不會有那個出來沒有真假值的情況不可能 再來 第三個呢是我們的輔助符號這個叫括號 注意 這是兩個符號 很多人喜歡把它寫成一個符號不是它是兩個符號 它叫左括號 跟右括號 可以嗎 各位請注意它是左括號 跟右括號 那 其中好很多人喜歡把它寫成一個符號 不對 它是兩個符號 一個符號叫左括號 一個符號叫右括號 可以嗎 括號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告訴我們什麼先坐什麼後坐對不對 是吧 OK 好 那我們來隨便來問個問題好了 隨便來問個問題 可以嗎 有沒有人要來幫忙的 先不要告訴你 好 就是你了來 三秒鐘再回答 三秒喔 一二三喔 一加一乘以二等多少 三 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 因為先乘除後加錢 因為先乘除後加錢 所以一加一乘以二等於三對不對 對吧 那我要是把一加一括號起來呢 那就是了嘛 所以我沒有跟你講括號的情況下 你是會用先乘除後加錢 對吧 可是我加了括號之後是不是要括號先做 這括號的用意就在這裡嘛 避免歧義 括號的意思就是我們要避免歧義 否則我們會出現那個 歧義的麻煩 對不對 ok 好 看得出來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行購規則 行購規則呢就是我們要 引進兩個變量符號 一個是 phi 一個是 percent 這兩個都代表句子 注意這兩個都代表句子 第一個是 每一個語句符號都是句子 或者命題符號就是 pqr 這個都是一個 well-formed formula 就是合一的句子 就叫 well-formed formula ok 這樣就是一個合一的句子 每一個語句都是 好 那如果 phi 是一個句子 那麼 negation phi 也是一個句子 可以嗎 就是我在任何一個句子前面加個否定號 它也會是一個句子 ok 好 那如果它是以下這幾個包括 and or if then 跟if and only 就是 conjunction disjunction conditional 或者是biconditional 這些都叫 二元連接詞 二元連接詞呢必須要接兩個句子 才算是完整的 如果只接一個句子不行 注意如果只接一個句子不行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嘛 我們用剛剛那個例子來講 如果我告訴各位說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 請問這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一定不是嘛 對不對 傅老師是男人雖然是一個句子 可是我如果講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 這個不會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對吧 為什麼 因為 and 而且這個字是 二元連接詞 二元連接詞的意思就是 它要連接兩個句子才是很完整 你如果只講 一個句子是不完整 ok 可以吧 所以不管是 and or if then 跟if and only 它都是 二元的連接詞 所以它一定要接兩個句子 最重要的事情來了 除了由A到C 建構的句子之外 沒有 其他的句子 這個條件我們稱之為 封閉性條件 意思就是說 除了上述A到C的規則之外 我們不 允許 新的 規則進來 ok 換言之 也不會有 其他的符號跑進來 ok 就是我要 用語言表示的時候一定都使用這些符號 不再會有其他的符號進來亂 對吧 不像我們剛剛那個語言開放性對不對 可以用一堆語言進來亂 對吧 是吧 那現在不行囉 這個我們叫封閉性條件 所以 我們的形式語言基本上是一個 封閉的語言 也就是我們的符號 跟我們的規則 都是固定的 你不能夠自己隨便加進來 ok 你只要加進來他就是另外一個語言了 就不是我們這個語言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在處理思考上呢 會讓我們變得更有效率 就是說 我們加上這個封閉性之後 就可以避免掉剛剛那個 開放性語言的問題 對吧 是吧 然後呢我們用括號來避免了什麼問題 我剛剛說過我們用括號來避免什麼問題 歧義的問題對不對 對吧 而且特別是什麼的歧義 各位覺得我們特別是在避免什麼歧義 是語法歧義還是語義歧義還是語用歧義 語法歧義嘛 對不對 我們特別要避免的是語法歧義 是吧 好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給各位一個 約定 這個約定是什麼呢 就是各位知道如果我們每個連接詞到括號的話 那麼括號實在太多了 對吧 好剛剛有同學回答我說那個 1加1乘以2 他馬上回答3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他的規則告訴他 在沒有括號的情況下要做什麼事 在沒有括號的情況下要做什麼事 先乘除 後加減 對不對 對吧 在沒有括號的情況下我們的規則是先乘除後加減 那各位想 如果我告訴各位說 在沒有括號的情況下我們是 照著順序做 那1加1乘2就要變成 4了嘛 對不對 如果要照 出現的符號順序做是不是就是 變成4了 對吧 所以 哪一個連接詞比較強 哪一個要先運算 這個我們是可以約定的 OK 就跟先乘除後加減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做這個約定 就是為了避免 其意我們必須要做這個約定 強度排序第一名的 就是否定號 OK 強度第一名的是否定號 好 第二名的是and跟or and跟or是一樣強 and跟or是一樣強 注意and跟or是一樣強 好 再來第三組呢是 conditional跟 biconditional 就是我們的 箭頭跟雙箭頭 OK 這兩個符號是 最弱的 好 那它的強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底下 我在還沒有約定強度之前 請問各位這句話有幾種讀法 你可以看出幾種讀法 有一種讀法是這樣 好 我把括號 括給各位看 好 有一種讀法是這樣 對不對 把negation括號起來 然後再跟前面的箭頭連接起來 最後再接上後面的or 對不對 這是一種讀法 好 第二種讀法是什麼呢 第二種讀法是 我把negation 放在外面 qor 把它連接在一起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種讀法是不是 好 再來我是不是也有這種讀法 先把negation 跟q 括號起來 然後or 然後最後接上箭頭 對不對 好 各位請告訴我 如果依據我們的 強度排列 如果依據我們強度排列要求 OK 就是negation 是 最強的 再來是and跟or 再來是 conditional 跟 biconditional 請問 我們現在這個句子應該是 一二三哪一個 來請說 應該是三對不對 對吧 看得出來吧 也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well formula 雖然我都沒有括號 但是它是一個合一的句子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有 約定強度 我們有一個convention 對不對 我們有約定好這個強度是 按照這樣的強度排序來做的 OK 那既然按照這樣的強度排序來做的話 那麼我們的句子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省略掉 括號 OK 就可以不用這麼多的括號 就可以了 到目前有什麼問題 沒有 各位要記得我們的 那個 語言 在期中考的時候 是要默寫的 所以各位回去要把語言背下來 這是我們的要求 這門課的要求 因為我們學完這門課 至少那個語言要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知道它是什麼 OK 所以我的要求會是 各位呢 可以看 剛剛講的這個命題邏輯語言 從這裡開始 有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符號 一個是 行購規則 這兩個部分 是各位要默寫的部分 OK 所以各位呢 趁現在開始就可以開始先背下來 你可以把它背下來 就是符號跟行購規則這兩個部分 就是一個命題邏輯語言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是符號 一個是 行購規則 我們在 期中考會要求各位來默寫 這樣OK嗎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這個 3.7的部分 3.7的部分講到的是這個句式的結構數 它的意思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 3.6已經跟各位講到這個語言的 行購規則對不對 那 在行購規則裡面我們也區分了 連接詞的強度 還有呢我們在 為了節省那個括號的數量 我們怎麼樣讓那個 強度的區別讓我們的括號數量 不要這麼多 OK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藉由這個結構數來說明說 這些 形購規則我們要怎麼去做 他 好 那我們在 行購規則裡面的 各位看到我們的行購規則裡面 我們在行購規則裡面呢 說到了如果 5 是一個句式那 negation 5 也是一個句式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negation 否定號稱之為 一元的 連接詞 它是一元的 就是說 它只連接一個句子 所以它是一個一元的一個functor 那 我們的 and or 還有conditional 還有biconditional 我們的這個 conjunction disjunction conditional 跟biconditional 這四個符號呢 都是 二元的連接詞 換言之它有接 兩個句子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如果它是二元的連接詞 我只接了一個句子 你聽起來一定會很怪 對吧 比如說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 各位在等什麼 因為我話沒講完對不對 你會覺得 老師對不起你話沒講完 因為你只講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 然後你就會覺得我話沒有講完 為什麼 因為而且是一個二元連接詞 所以你只接一個句子 顯然你 這句話就不完整 OK嗎 所以 所謂的完整意思是這樣 好 所以它必須要接兩個句子才行 OK 這個叫二元連接詞 它是binary的 functor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結構數呢 基本上大概很簡單 它有一個 轉換的規則 這個呢 是一元的連接詞 就是有一個句子 我們在前面加個negation 這個是一元的連接詞的這個規則 其他的二元的都需要兩個句子 所以呢 我可以看到 包括conjunction disjunction 對不對 還有conditional跟biconditional 都是二元的 對吧它需要兩個句子連接起來 換言之 二元的你不能只接一個句子 對吧 一元的你也不能接兩個句子 這個都不合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我們要利用這個行構規則來看 我們怎麼把一個句子 結合起來 請注意 上次我們已經說過了 我們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避免 語法 其意 對不對 也就是每一個句子的 讀法 都是unique 都是唯一 讀法 每一個句子 不可以有兩個讀法 因為如果有兩個讀法 它就語法上就是其意的 所以 一定只能有一個讀法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要寫出這個的 這個結構數 好 那我們要怎麼 從哪一個東西開始呢 好 各位看一下這個連結 那連接性最強的當然是negation 對不對 對吧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這個式子來看的話呢 我們是p 則 negation q and r if enomy q and negation p 對吧 好所以 一開始在 建構這個句子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從哪個地方開始 我們要從連接 性最強的negation開始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要先把q 先讓它變成什麼 negation q 沒問題吧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是把 我們有了negation q 之後 那q 要跟誰來結合呢 接下來我要處理的是哪一個 if p then negation q 對不對 這是好 我要把p 放進來很好 那p 放進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 if p then negation q 這個句子 對吧 因為它是兩個句子 現在的前面那個句子呢 是p 後面那個句子 negation q 所以我利用這個兩個把它連接起來 接下來要處理and的時候呢 要處理這個conjunction的時候 我得先處理右邊對不對 r if enomy q 要把它先做出來對不對 所以呢 我需要來一個r跟q 對不對 我需要一個r跟q 然後先做出什麼 r if enomy q 有了這個之後我才可以把兩個做conjunction 把這兩個句子 利用conjunction把它連接起來 那接下來我是不是要把後面 negation p 也要連接進來 但是我在 要處理and之前我要先處理什麼 要把 p 變成 negation p 很好 對 沒錯 我要先把 p 變成 negation p 對不對 是吧 我要先做到這件事我才可以處理那個conjunction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再把conjunction連接起來 就會是我們的句子 好 請注意 這個程序是 固定的對不對 對吧 他沒有其意的空間 你不能說我先做哪一步再做哪一步沒有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按照步驟一個一個做 OK 那這個結構是基本上大概就是 告訴你說我怎麼把這個句子做出來 把這個句子做出來程序 這個程序是固定的 你要按照這個程序 把它做出來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練習一下這個 好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個範例二呢 是要做什麼 negation p and q or negation q and r 結構式對不對 那這個結構式第一個要處理哪一個 pq 結合變成 p and q 對不對 pq 把它變 p and q 很簡單 好 那接下來 有了這個之後現在要做什麼 negation p 加上去很好 我們就把 negation 加上去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往後做我想要做 all 對不對 可是還不行 Right 是吧 所以我要先做什麼 什麼事呢 好 negation q 要先做出來很好 所以 q 要先做出 negation q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q and r 對 沒錯 就是 q and r 好 最後要做什麼呢 剛剛舉手那一位來 是 把兩個用什麼 連接起來 很好 太棒了 用 disjunction 連接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是吧 OK 可以嗎 好 好 當然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步驟裡面都告訴你說 我們用了哪一個行購規則對不對 對吧 就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用我們的行購規則 好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好 我們就用這個來當例子 各位想 第一個 p 出現是哪一個規則 第一個 p 出現是根據行購規則哪一個是 前提沒有 我們這裡沒有前提 各位回去看行購規則 我們 p 出現是根據哪個規則來的 是 請說 對 每個語句符號都是 句式嘛 對不對 每個語句符號都是句式嘛 所以 p 是一個語句符號 對不對 我是根據這個規則 寫出它是一個句子 q 也是嘛 對吧 OK嗎 好 那 pq 變成 p and q 是根據哪一個規則 是 請說 第三個 對不對 對吧 就是 如果 phi 跟 psi 都是 句式的話 那麼 phi and psi 也是句式 對不對 OK 很好 各位要記得 我在每一個 每一個 formula 出現 都是根據某一個規則來的 各位要記得 每一個符號 每一個句式出現都是根據規則來的 OK 也就是說 我這裡面有超出規則 不要忘記我在 在上次講的時候我告訴各位這是一個封閉語言對不對 封閉語言意思就是它規則是固定的 所以你不能跟我講說 老師這個是自己隨便做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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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它都是根據規則而來的 OK 沒有例外 好 那這個一樣我們就來做個練習 這個的話呢 我們 p and q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 q negation q 然後 r negation q and r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變成 p and q or negation q and r 對不對 最後才加上 negation 對吧 OK 所以 這個 過程都一定是 unique 都是唯一的方式 各位記得它沒有什麼 其他的方式 那範例2跟範例3在哪裡差別呢 在於他們的括號 括得不太一樣對不對 各位仔細看 因為你括號的不同 它的讀法就不一樣 這個千萬注意 我們有幾個 重要的觀念呢要跟大家 說明一下 好 我們有幾個重要觀念呢 第一個 是關於 地回定義 就是recursive definition 我們剛剛在做結構術的時候 各位記得 我們每一個句子的形成 都是根據 apply 那些 function 得到的 這個我們稱之為 地回的方式 第二個我們要介紹 sub formula 就是所謂的子句是什麼 再來我們還有 main connective 的概念 主要連接詞 以及 所謂的 scope 就是連接詞管的範圍是什麼 OK 那這一些呢通通可以從 剛剛的結構 數裡面去得到我們的解答 所以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從地回定義開始 好 什麼叫 recursive definition 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 recursive 意思就是 我有 固定的 function 對吧 然後只要不斷的去 apply這樣的 function 可以不斷的apply這個 function 我就可以得到新的 我可以 generate 新的 element 出來 可以產生新的元素出來 好比說各位知道 莊子曾經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 無聲也有牙 耳之也無牙 對不對 已有牙 隨無牙 待已 為什麼 好 我們當然用現代來解讀一下莊子 莊子的意思 我猜是這樣 他當然有很多意思 其中有一個意思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 我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數 你會回答什麼 知道啊 誰會不知道自然數 對吧 對吧 老師你問這個問題 太扯了 誰會不知道自然數對不對 對吧 好 那我再問難一點 你 知不知道所有的自然數 或者說 自然數有幾個 無限多個嘛 那你知不知道所有的自然數 不知道嗎 真的嗎 不會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你一定有把握知道是自然 什麼是自然數 什麼不是自然數對不對 對吧 我猜你一定有把握 是吧 好 可是自然數明明是無限多個嘛 對吧 所以莊子當時的想法很簡單 莊子當時的想法可能是這樣想 就是說 什麼叫人生也有啊 而這個 知也無雅 我們就把那個知改成自然數好了 對吧 那人生也有啊就是 人生 有限嘛 可是 自然數剛剛講有幾個 無限多個 所以你一定不可能 用數的 方式 對吧 就是你不可能用數 數自然數的方式 去算出所有的自然數對不對 所以剛剛同學有搖頭就這個意思嘛 他剛剛是莊子的那個概念對不對 對啊 怎麼可能呢對不對 我人生也有限啊對不對 要我數出所有自然數這件事當然不可能嘛 對吧 對吧 好 可是你知不知道所有自然數 知道啊 靠什麼 對 就靠這個 什麼意思呢 老師一定是這樣教你的對不對 好 你要知道所有自然數你只要知道兩件事就好 第一件事是什麼 1是自然數 假設我們從1開始 當然這個有爭議啦 大家從0開始還是從1開始 不管 反正我們從1開始好了 1是自然數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然後第二個我只需要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recurse function 對不對 就是 自然數加1就是自然數 好 那你看喔 例子要知道這兩件事對不對 你知道1是自然數 所以1加1等於多少 2 所以2是自然數 2加1等於多少 3 所以3是自然數 3加1等於多少 4 所以4是自然數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所有的自然數 OK 可以嗎 所以在莊子那個時代可見 莊子的概念可能只是像我們剛剛很簡單對不對 就是 人類要知道無限這件事情 自從我們的recursive這件事情出現之後 我們就辦得到了 很簡單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需要兩件事嘛 是吧 好 那比如說舉個例子 假設我去看電影好了 好不好 雖然不能看電影還是 那個 上課說說 過過癮就好了 好 最近聽說有一個很紅的電影叫什麼 最近 很紅的電影 你們都不看電影的 最近不能看對不對 好 所以最近不知道有什麼紅的電影 好 什麼 什麼 來說一下 全境擴散 全境擴散 好 比如說 好 我想去看全境擴散對不對 這是什麼電影 好 聽起來有點詭異 對 好 那我去看電影的時候 假設各位想想想 我去看電影的時候 假設這部電影很紅好了 對吧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電影院 售票口開始排 對不對 然後排了很多人 然後繞了那個block 繞了四圈 可以嗎 然後 我要怎麼去買電影票 我當然就去找那個 尾巴對不對 站在那裡對不對 然後開始排嘛 對不對 好 這時候我心裡面就開始想 我剛剛雖然沒有 看過所有的人對不對 可是我確定 排隊的都是人 請問我怎麼確定這件事 好 你有 蛤 什麼 再說一次 我看得到他摸得到他 可是我剛剛沒有去看啦 我已經沒有去摸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一找到隊伍最後就排進去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我剛剛沒有每一個確認 是不是都是人 對吧 好 可是我一排下去之後我就覺得 嗯 對啦 這個排隊的 一定都是人 我怎麼確定這件事 好 你大概會有兩個推論方式 第一個推論方式是用全稱命題來做的 OK 就是比如說你說 哎呀 只有人會排隊嘛 對吧 不過最近聽說那個也有狗去排口罩啦 不過我們就省略 因為那個也需要人付錢啦 就是 只有人會排隊嘛 所以排隊應該都是人 好 這是第一個推論 這是用全稱命題來做推論的 OK 好 第二個是用這個 這個怎麼做推論 好 這個我只需要確定兩件事 哪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是人 站在人前面的一定是人 我只要確定這兩件事 我就確定排隊的都是人 對不對 對吧 因為我是人嘛 所以站在我前面那個是人嘛 那前面那個是人之後 他的前面也是人嘛 對吧 所以這個叫recursive 就是我可以一路的去apply 同樣的function 這個叫做 遞回的意思 就是我可以一直一直去用 同一個function來決定這件事情 OK 這個叫做recursive 好 第二件事情是sub-formular 在結構式當中呢 在我們的結構數裡面 剛剛是不是我們做的結構數 所有在結構數裡面出現的句子 通通都是他的sub-formular 很簡單吧 對吧 就他的直句嘛 就比他小的句子 包括他自己 對不對 好比說 P 是他的直句 對不對 好 Q 是他的直句 P and Q 也是他的直句 沒問題吧 negation P and Q 也是他的直句 對不對 好 這個 Q 是他的直句 negation Q 也是他的直句 R 是他的直句 negation Q and R 也是他的直句 對吧 最後你把它合起來 我們的 negation P and Q or negation Q and R 也是他的直句 OK 可以吧 好 沒問題 好 所以 直句其實比較簡單就是 只要是結構數裡面出現的 通通都是 接下來我們來看 什麼叫主要連接詞呢 這個更簡單 主要連接詞的意思呢就是 你在整個結構數裡面 最後 加上去的那個連接詞 就是他的主要連接詞 我們稱之為 main connective OK 好 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接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個結構數的時候呢 我們連接連接連接到最後 是不是把整個句子結出來 請問各位 猜的時候要怎麼猜 如果要猜句子的話 當然倒回去嘛 就從主要連接詞開始猜對不對 如果看到主要連接詞 我猜的時候就 倒回去猜嘛 所以 猜解的時候 只是把程序 反過來對不對 對吧 這個 其實這個有點 有點厲害喔 因為我發現那個很多同學 這個在家裡自己修 家裡的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要猜東西 那猜東西一定是怎麼樣 怎麼樣 就是最好的方式是你從哪裡開始猜 那個地方就最後裝上去 這樣最保險嘛 對不對 就是 你在家裡如果猜東西的話 一定是 要把那個猜的順序編號下來 裝回去的時候要照著裝回去 對不對 否則你很難裝 各位試試看 你在家裡沒事猜猜看 OK 那個家裡的東西 如果可以的話 猜一猜 有助於你的那個結構概念 非常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兩個句子 它的差別在哪裡 各位看 第一個句子是我們剛剛的 範例二對不對 範例二最後接上去的是哪一個 是or 所以or 是它的 main connective 是它的主要連接詞 好 剛剛的範例三是我們第二個句子 第二個句子呢 最後接上去的是 negation 對不對 所以 negation 就是它的 主要連接詞 兩個 看起來很像 對不對 對吧 但是它的主要連接詞完全不一樣 OK 主要連接詞完全不一樣 OK 那 再來是scope 的問題 scope 的問題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scope 的意思是 這個連接詞管的範圍有多大 那它管的範圍很簡單 從結構數的觀念來看就是 它在 這個 連接詞放進去的那個句子 就是它管的範圍 OK 就當時它在那個 你在寫結構數的時候 你在什麼時候把這個連接詞放進去 連接詞管的範圍就那麼大 OK 所以我們來看 如果相同的符號我們有特別用顏色標程不一樣 第一個 negation 是 黃色 對不對 第二個 negation 是白色 OK 第一個 and 是黃色 第二個 and 是白色 如果 一樣的符號我們就用顏色來做一下區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negation 管的範圍在哪裡 p and 的 q 對不對 你把它加在 p and 的 q 的前面 所以它管的範圍就是 p and 的 q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從 主要連接詞開始 對不對 或是連接整個 對不對 第一個 negation 是不是接 p and 的 q 而已 好 那第二個 negation 接哪裡 q 它就只有接到 q 而已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第一個 and 會在哪裡 p 跟 q 對不對 第一個就接 p 跟 q 好 那第二個 and 接的是什麼 negation q 跟 r 這樣 OK 嗎 scope 這個概念呢 在 這個時候 是很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在命題邏輯 它難會難在哪裡 它難會難在 述詞邏輯 就是各位其中考之後的部分 它才會出現利害之處 所以各位先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這個 之後我們上到 述詞邏輯的時候你就知道它的威力在哪裡 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好 那以上是我們的第三單元 正確認 如果我可以做非 我們上一次我們下不時